当然一开始我们看看大家文之色变 但始终到目前不是很了解的Omicron这个病毒 Omicron最早的发现是11月24号在南非的实验室 26号世界卫生组织对全世界发出的警讯 到现在不过10天 它的散播的速度非常之快 到现在至少已经有38个国家发现有这个例子 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肯定 可能在南非11月24号发现之前 这个变种病毒可能已经远离非洲 在别的地区已经出现了 当然目前已经无从去断定这个可能性 大家只有采取不断的严防措施 这里面在亚洲包括了南韩 包括了日本 包括了马来西亚 包括了印度 澳洲都也出现 新加坡也出现了过境的例子 很多都是从南非来的 但这里面几乎每个人都完成接种了疫苗 甚至有人有接种了这个加强疫苗的 究竟这里面能牵涉到三个目前所有科学人员最关切的 第一个 它的传染力是不是原先的其他各种变异病毒来得强 第二个 它对疫苗的逃脱率 也就是疫苗管制不了它 对付不了它 可能的比率有多高 还有第三个 它的致命令 也就是重病率究竟有多强 这三个答案到目前 没有人能够给予肯定的答案 因为所有的实验都还在进行当中 世界卫生组织只能继续发出呼吁警告 希望大家继续保持最好的措施 就是不断的加强注射疫苗以及所有的安全卫生的顾虑 当然目前所有的措施都在其中 这所有的传染力究竟强不强 以及是不是很多得到的例子 真如目前大家所发现的 几乎都是轻的症状呢 当然目前来讲 症状的情况是如此 但目前的数目还没有那么多 因此无从判对这个病毒 是不是如我们所料的 没有那么严重 它也可能非常严重 总而言之什么时候可能得到结果呢 专家估计至少要两到四个星期 我们才能有确切的结果 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最好的就是严阵以待 做好各式各样的准备 世界各国现在都发动了各式各样的锁国 以及边境的管制措施 当然这可能只是在争取时间而已 大家最怕的就是后来真的传染病症很多 再加上其实全世界目前最增加多的新的症状 还是Delta病毒 目前在欧洲亚洲的南韩以及美国 疫情都重新染起 因此最怕这两种变异病毒撞在一块 而产生更大更多的病人 那才是一个最大的麻烦 因此目前我们可以告诉您 在整个的这个Omicron的病毒 十天下来我们所知非常有限 它的传染力无从确定 它的清正度也无从确定 我们只有严加戒备 英国诺丁海的耶诞世纪 民众开心享受岁末的节清气氛 但当地传出一名有南非旅游史的反国民众 感染了Omicron变种病毒 威胁如影随形 英国宣布扩大加强剂计划 原本不需要接种第三针的18岁到39岁年轻人 也都得接种 而免疫力低下者 施打加强剂的时间 从原来时隔六个月缩短到三个月 There is no time to delay It's our opportunity to get ahead And vaccine boosting is the thing we can do most easily whilst we wait for that science mist to clear 英国目前有至少75起Omicron病例 苏格兰甚至有无旅游史民众 也感染到此一新变种病毒 英国加强管控边界 拒绝南非等六国入境 且所有旅客不论是否有打疫苗 抵达英国后得自我隔离 第二天进行PCR检测 检测为阴性才能免除隔离 所有公共交通工具 超市把廊等商店 都要重新戴口罩 如果不遵守要罚200英镑 约台币7400元 旅贩的话罚款6400英镑 约台币24万元 只是有部分店家并不想配合 这是一个暴力和犯罪 我们不会拒绝客服务 没有服务 我们不会拒绝客服务 这些规定是为警察 而不是为警察 达成巴士的民众 也很多不甩口罩规定 为什么你不穿上帽子 一天超过2万例确诊 政府又决定要封城 餐馆和咖啡馆 只能营业到5点 取消大型聚会 公共场所强制戴口罩 病毒接二连三 传染性强大的Omicron 也随着飞机航班 抵达荷兰 两架从南非起飞的班机 26日抵达阿姆斯太大安机场时 600多名乘客中 又高达61人确诊 这么高比例的感染 荷兰政府被吓到 禁止所有来自非洲的航班 而这两架航班的旅客 有一对夫妇 其中一人PCR阳性 竟然逃离隔离旅馆 西班牙裔的太太 毕门达自称是生物学家 认为PCR检测不准 应该属于为阳性 怒气冲冲跑出去 虽然随即被警方逮捕 却一度引发荷兰民众高度恐慌 以色列一名医师没去非洲 而是去英国伦敦参加会议 就感染了Omicron 回国后传染给其他医师 他们都打过三剂辉瑞BNT疫苗 11月才重启观光 开放外国旅客入境的以色列 随全球之先开第一枪锁国 宣布禁止非本国公民入境 而近来确诊人数直线下降的日本 诸多浮现都已经清零 开心地展开人几人 毫无社交距离的赏红业 报复性国旅 日本民众当然不会想再回头 承受另一波紧急事态巡言 境内目前出现纳米比亚外交官 和命如反国民众等Omicron确诊病例 官方立刻使出决断措施 进行闪电锁国 原本开放的商务客和留学生入境 全面喊他 承淀机场一片空荡荡 岸田内阁甚至一度还暂停12月的新机票预定 也就是说就连在外国的日本人也统统不准回国 但实在过于严格 在引发抗疫后又紧急转弯 重新恢复定位 而如何在边界和病毒应对 也只是各国政府的棘手问题 美国也要求入境者 从三天内的PCR阴性检测证明 改为24小时之内 这名确准患者是在11月 从南非返回美国加州 正自我隔离当中 他们预取了纳德尼疫苗 但没有增加 他们有强烈症状 在奥密控变种病毒出现后 美国CDC建议 所有已经接种的18岁以上民众 都应该尽速接种加长剂 只是现有的疫苗 对于奥密控效果如何呢 目前各家疫苗厂商 都在努力研发新世代疫苗 惠瑞说一百天内 可以推出 莫德纳则预定 最快明年3月申请授权 有鉴于Delta病毒的思念无数 一周来的Omicron病毒结婚 已让各国淡战心惊 逐游大帝 如果不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重新定名的话 你我可能认为 Omicron就是所谓的南非变异病毒 当然到目前我们已经深切了解 并不说病毒发生在哪个地区 或被定序在哪个地点 就代表它是从那边起源的 可能只是那个国家 它做的定序以及检测工作 做得特别之好 一直能够及早发现 南非正是这样如此 因此南非认为 它如今被世界各国加以封锁 实在非常无辜 但事实上我们出于到 南非的病例在过去一周之内 的确有增加了趋势 南非的目前最新得到的 它单日确诊的病例数 已经接近了一万一千人之多 比每天的累进速度 几乎是三千人以上 有人估计光一周之内 它的病例增加数 高达百分之三百以上 这意味着什么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 Omicron病毒 它的传染力强 造成更多的病例数字吗 但目前还无从完全判定 只能说有此可能 因为您知道 南非目前境内最大的变种病毒 还是Delta病毒 因此只能说 南非靠着它不断增强的检测功能 及早让世人做了最好的防备措施 南非政府表示 希望大家对这个事情 更加快速了解 它目前也在进行各式各样的研究 南非政府强调 它足够有完全的能力 来应付目前的状况 虽然它国内的病例 已经超过了三百万人以上 南非究竟怎么样面对情况 南非真的是所谓的来讲 无辜的承担了这项国际的罪名吗 我们看看这项病毒起源的 各种推断的理论 以及实验室 目前他们所忙碌的情形 本来一天 没几个人施打新冠疫苗 但过去一周 南非约翰尼斯堡郊区的 多处临时接种站 涌现施打人潮 正月出现新变种 Omicron 南非卫生部 虽已在24日 紧急通知世卫组织 但Omicron究竟是怎么被发现的 成了当前防堵病毒扩散的 最大关键 而当时第一个通报的医生 是他 恩杰立刻刻课词 18日一个染疫的四人家庭 到科词的诊所看病 除极度疲倦外 他们还有头痛与肌肉酸痛等症状 接着又有数名民众出现类似病症 包括一名年仅6岁的男童 这让从医33年的科词 惊绝有异状 立刻通报卫生部门 最终隔天19日南非最大私人检测实验室柳叶刀 针对科词病患中的八个病毒量本 展开基因定序检测 经见病毒含有大量突变 一度以为极其坏了 很可怜 因为我们感到疲惧 我们会与新的事件 因为它变成了更新的变化 所以我们感到疲惧 我们会与新的病毒 于是刘月刀团队 又把样本与检测结果 转交给南非国家传染病学研究所 确定病毒是S基因缺陷 与Delta很不一样 Omicron的出现 或许正好可解释 为何南非的新增确诊病例出现激增 从十一月初 每日新增一百多人确诊 三周后先暴增至两千多人 到十二月三日已破万人 而从南非手综病例通报 至今短短十六天 新增病例有八成 是Omicron已成主要流行病毒株 确诊病例激增 让南非病毒学家如临大敌 因Omicron有多达三十二处变异 是Delta的两倍 堪称新型超级变种病毒 再感染率也是过去变种病毒的三倍 会不会因此导致重症率增加 以及当前的疫苗还有效吗等问题 最快医治两周后才有答案 但Omicron真的源自南非吗 其实更早之前 Omicron就已在欧洲现中 19号到23号 荷兰就有两名病患确诊 但卫生局只追踪没通报 请这两人是否有到过南非 荷兰至今没说 而苏格兰回溯过去一个月样本 竟测出11月1日就有9例 Omicron确诊 都比南非通报的时间早 革命中一个新疫苗 并无论是从那一开始来迟 身为南非进行定序检测技术非常快 10号的病毒样本检测开始 一直到最终报告出炉 前后只花6天的时间 且随即通报WHO 让全球能火速展开防疫 本来成为全球表率 竟意外变成世界防堵病毒的目标 如南非为之色变 就是南非过去曾陆续出现 Beta与C12两种新冠病疫株 虽没造成致命性的大流行 却凸显南非防疫危机 接种不高是其一 疫苗开打至今约9个月 南非施打一剂比率约在41% 完全接种的也只有24.1% 除疫苗不足外 缺乏冷链设备保存 加上多打中国科兴 民众对副作用于保护力存疑等 都是造成接种率偏低的原因 面对Omicron袭击而来 南非人维持一级防疫警戒 也就是出门戴口罩 公众场合限制人数 与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 但如果走一趟约翰尼斯堡街头 就会发现南非民众通通没救到 新防疫情 您感觉害怕吗 我仍然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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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然会帮他们 说是这样说 但基本防疫工作 没做到位的人 比比皆是 甚至连口罩都不戴 民众严重生活一无往常 受不到思考 检查范围 受到嘴之眼 高度市井 在Delta之后 WHO也将Omicron 列为急需高度关注的变异 同时强调 Omicron比其他变种病毒 更容易出现重复感染 目前南非病例多是年轻人 虽几乎是轻症 但WHO也说 现有的疫苗 仍能避免Omicron的确诊者 变成重症 毕竟Omicron传染力极高 实在不能轻忽 更让原本已逐渐重启 经济活动的各国 有一切归零的准备 接下来我们把故事 转往美国 校园枪击案 几乎对美国人自己来说 可能都已经不算是 重大新闻了 因为实在发生的频率 可怕到令人 近乎会麻木的地步 当然美国社会 枪支的泛滥是一大主因 11月30号 在美国的密西根州 靠近迪特律一个高中 再次发生了枪击案 凶手是一名15岁的学生 他枪杀了另外4名同学 也造成了7个人受伤 如此重大的刑案 当然再次受到关注 但目前的情况 比这个想象的更加复杂可怕 原来他的父母亲 也有一些不良过去记录 4天前才买了这把枪 作为给儿子的礼物 还带着他去练枪 而这个儿子在学校 到处画图恐吓别人 老师提醒家长 甚至把家长请到了学校 两次面谈 就在枪杀案发生当天的 前三个小时 父母亲才带着这名学生 跟校长见面 双方谈该如何辅导这名学生 殊不知 他的背包里面 正放着这把枪 因此家长最后离开 三个钟头之后 他的儿子开始行凶 当地植察官因此认为 这次案子最特别的是 这些父母亲不仅待乎值守 简直有刑责 因此对这些父母亲 提出了四项严重的 过失伤害罪名 这在美国过去的 校园枪杀案当中 是非常少见的 也意味着今后 这些枪杀案再发生的时候 是不是持有枪支 甚至未成年凶贤的父母亲 也要该负起刑事责任 更糟糕的是 就在距离这所高中 不过七年里的另一所高中 今天又几乎发生 同样一件案子 也有一名15岁高中生 扬言要杀害他全校的同学 你可以看看 美国目前当地的 治安社会状况 以及这个国家的整个民情 的确被这些 一连串的恐怖案件 恐怕搞得真的是 头晕目眩 一群高中生 惊慌失措地爬出教室窗户 在雪地中争先恐后 跑向另一栋学校建筑 这段手机拍摄的画面 精准地呈现现场 有多么高度紧张 因为就在不久前 这里发生了校园枪击事件 枪击案发生在美国密西根州 底特律附近的牛津高中 当地时间11月30号 中午12点51分左右 警方接到报案电话 声称有人在校园内 任意开枪杀人 后续又接到上百通 相同的电话 警觉事态严重 几分钟内就派出大批警力 赶往案发地点 马上封锁现场 开枪的嫌犯是现年15岁 牛津高中高二升克鲁布里 他在学校大楼内 以半自动手枪任意对人射击 结果造成至少四人死亡 另外七人受伤 包括一名老师 我们听到一些 似乎有人被砍了 我们听到至少六个枪 警方表示克鲁布里用的是 九厘米半自动手枪 架上三个弹架 每一个可装填15发子弹 行凶当天藏在随身背包内 由于学校没有金属探测器 并未发掘 而他几乎是剑人九开枪 用掉将近30发子弹 他其实有18岁 7岁在他的手枪里 被砍掉了 所以他还有一些 在实际上的剪刀 枪击案隔天 法官以视讯进行审理 克鲁布里的父母都出席 检察官以谋杀和恐怖攻击罪名 起诉凶险 同时透露一项惊人的事实 检警双方在克鲁布里的手机里 发现一段开枪前一天 预露的遗片 表示要到学校杀人 另外他的笔记本 也有相同留言 这起枪集或许真有机可循 案发前一天 克鲁布里被老师通报 出现偏差行为 召唤他到行政办公室 因为案发当天稍早 老师在克鲁布里桌上 发现要杀人的字条 于是辅导员联络他的父母到校 并要求将凶贤带回家 但遭到拒绝 只好让克鲁布里回到教室 没想到接下来 他就在大楼内开枪 部分媒体曝光 克鲁布里小时候的影片 戴着特大眼镜 还有腼腆内向的娃娃脸 外表一点都不像心狠手辣的杀人凶手 除了打篮球 他特别喜欢暴力电丸 有可能因此受影响 因为在枪击案前一天 他曾经在社群媒体留言 明天要成为死神 枪战电丸 战地风云也曾经引用这句话 真正的行凶动机还有在检警深入调查 但外界疑惑不解的是 未成年凶险的手枪哪里来 原来在案发四天前 他的父亲趁着感恩节大特卖 买了这把胸枪 克鲁布里曾在社群网站贴出手枪照片 还炫耀地说 今天刚得到我的小美人 不过根据密西根州法律 18岁以下公民 不得在未经监督下使用枪械 检察官就以克鲁布里的父母 没有保管好手枪为由 罕见地加以起诉 一听到要父刑则 克鲁布里父母连夜逃跑七个小时后 四号凌晨在距离65公里外的 迪特律被捕落网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虽然凶险的子弹数量惊人 并没有造成更多伤亡 除了警方迅速制服凶险 更重要的原因是 师生平常有接受演练 都知道一旦出事 要如何避难 甚至与枪手搏斗 虽然训练有素 但还是有四名学生 来不及躲避而不幸丧生 最年轻的才14岁 克鲁布里虽然才15岁 检方以成人身份将他起诉 但是再重的刑则 却难以解释 为何纯真的少年会变成冷血杀手 更不能挽回 无辜丧身腔下的宝贵生命 在诸多的国际议题 以及纷争当中 台海的和平稳定 无疑是目前美国 当前外交重点中的重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今天在接受国际媒体访问时 再一次提到 对台海问题的关切 他也严重地警告 中国的领袖们 应该深思熟虑 任何可能的举动 因为这些都会招致 毁灭性的结果 就在这个星期 我们看到另外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 美韩的国防安全会议 最后的宣言当中 特别提到了 台海的和平稳定 这在过去是没有见到 我们也见到的 日本首相钱安倍 在跟台湾的一场事情会议中 也提到了 只要台湾有事 那就是日本有事 也就是美日安保的同盟有事 欢迎知 台湾的安全 已经受到举世的关注 美国更不断地 结合所有盟邦的力量 来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 这一连串最后的高潮 即将就是在12月的12号 要召开的民主高峰会议 那将是美国 更多的宣誓的重点的舞台 而打从5月开始 任何一场太平洋联合军演 都有欧洲盟友前来参加 在印发之后 德国巡防舰巴伐利亚号 这次也加入阵容 更是德军20年来 首次参与印太地区军演 挺日抗中 震慑一位能够 但就在联合军演结束前夕 美国P-8A反潜巡逻机 在飞越台海之际 竟侦测到一艘上浮的 中国094型核潜舰 原来不止共击扰台 连核潜舰都来了 因为中国步步精逼 特别是日本加强海上自卫能力 急迫性不言可遇 于是就在主办联合军演之际 日本又宣布追加 七千七百八十三亿日币国防预算 连九年提高军事经费 新首相岸田文雄 27号在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地 首次阅兵时甚至这样说 岸田暗指的武器 极有可能是超高音速飞弹 它虽没明说是哪个国家 但不难猜想指的就是中国 岸田甚至用敌人来形容 岸田说日本周边的局势恶化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峻 有必要发展攻击能力 不再只是被动防守 向来温和且轻忠 如今处理中国的态度 转去强硬且务实 防卫大臣岸信夫 除了陪同新首相阅兵 更在德国巴伐利亚号 抵达日本东京当天 亲自迎接甚至登进市场 登进后岸信夫称德国是伙伴 更说维护印太自由 与对抗中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威胁 不再只是亚洲 而是欧洲更是全世界都该宽敌的事 地底打头阵拉拢欧洲盟友 哥哥前首相安倍晋三把话说得更直白 他在一日参加一场社群会议 直接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名道姓 日本政府官员炮火都没他猛 卸任国家元首后 一直有意访台的安倍 事隔五个月后 再受台湾国策研究院邀请 谈的虽是新时代的台日关系 却借机高调痛骂中国 安倍高调放话说 中国胆敢武力犯台 不只对世界 对中国自己也是重大打击 身为执政党大佬 说话够分量的安倍 说出了日本政府官员不敢说出的话 只是中国频繁军事行动与不断增加军备 让世界备受威胁 也是事实 正在中国上海将能长新造船厂建造的最新003型国产航母 最新进度曝光 透过华府智库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 CSIS释出的卫星影像 包括发电系统与弹射系统等设备 已经组装完成 003型航母已接近完工 最快三到六个月可下水 加入辽宁与山东号浮行行列 换句话说 中国海军的行动能力与范围将在扩大 除航母外 七八月试射超音速飞弹 也让各国警戒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二号抵达首尔 出席美韩安保会议 他更在会后与南韩的联合声明稿中 首度提到台湾 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为的是确认南韩态度与美国谈调 中国的军事预算每年一百分之七成长 奥斯丁坦言美国对中国的武力发展之 迫速与军事能力感到忧心 或许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美国积极走访亚洲 甚至莫许亚洲最强大盟友 日本在行动或对外发言上积极抗中 武力扩张的中国 无疑成了世界多国的共同敌人 未来多国联手的军事动作 只会多 会少 谈到日本 十年前的福岛核灾事件 让全世界重新思考了核电它的安全性 在当时大家风起云涌的一只看法是 核电太危险 但十年过去了 人类的思维随着我们对地球环境的改变 的破坏的省思 以及对于所谓的石炭的一些能源危机 造成的严重污染 以及新能源取代的脚步 不像原来想象那么乐观 如此我们综合思考之后 核能是不是要成为一种可能的过度阶段的选项呢 这一切在引起了国际媒体讨论 包括了经济学人杂志等等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这核能最主要的争议 以法国跟日本这两个国家为例子来看的话 其实最主要的争议点 还是两个最大最大的安全顾虑 是不是能够安全的管理 以及是不是能够做好最终的一个结束处理的安全性 跟着福岛核电厂工作人员 实地走进一号反应炉 这是灾后十年的恐怖景象 即便隔着镜头 这里带来的冲击依旧穿透人心 如同现场超量的辐射物质一样 没停过的警戒声和探测仪警报 说明福岛核电厂酿成的核事故 依旧存在高度危险性 为警战移除核灾威胁 东京电厂公司制定的中长期废炉规划 决定先准备移除炉心旁回损的核燃料 准备工作长达十年到2021年才正式开始动工 并朝2051年彻底废炉的目标前进 让居民安全感加 废炉的准备过程中 东京电历公司曾几部用遥控机器 了解使用过的核燃料冷却池现况 以及反应炉内不同的损坏情形 费用更从原先的两兆日元追加到八兆 且同一时间 废核虽然已是举国共事 但零核时期的日本 却面临电价上涨 电力短缺 还有排碳大增等问题 2015年安倍政府不得不把核电 在纳入能源政策中 但对比核灾前54座运转中的反应炉 发电占比约30% 如今日本只剩下9座反应炉还在运转 福岛河边让多国对核电立场 明显转据保守甚至紧缩 然而十年过后 开始有国家高升几乎 要重新拥抱河边 联合国气候变前大会期间 法国总统马克宏已改上任时 承诺降低核电比例的说法 为确保国家能源的自主性 并达成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 当法国核电占比已达7成 拥有的56座核电机组 又是欧洲最多时 民众又怎么看待国家的核电政策 阳光海滩有核电厂相伴 沿着海岸的另一边看 还有一座核燃料在处理场 未进入这里采访 德国记者花了近一年 才拿到摄影许可 他们穿上特殊防护衣 在符合所有安全规范后 终于进入侧扇门 走过一个又一个弯后 出现在记者眼前的 是这个壮观的冷却池 水面下无数个 整齐排放的正方形物体 里头全是备用过 且高温的核燃料树 为让核废料更具循环利用的价值 进到再处理场的燃料树 还要再冷却至少四年 能源公司才会着手提炼 其中的放射性物质布 做成布又混合的核燃料 I'm standing here on two shafts Underground is the equivalent of enough electricity for one million people in France for a year 只是核电虽撑起法国的能源支柱 但这些具高放射性的核废料 必须安全地存放超过十万年以上 并与人类生活圈彻底隔绝 然而放眼全球415个核反应炉 供应了10%的电力 美国93个居管 法国56个居次 中国52个排名第三 欧美大国中坚定反核的非德国莫属 德国在福岛核灾后成了第一个 宣布废核的已开发国家 如今核电占比不到5% 反核态度几乎是全民共识 但现在简碳声浪高涨 要做到像德国这样并不容易 就以台湾来说 核四该不该重启 也成了全民公投的议题 只是在这场全民做主的投票前 台湾的高阶核废料是如何处置 不同的做法对我们而言 又存在什么差异 目前各国掩埋高阶核废料的形态 粗分为两派 以中法俄罗斯等国来说 用过的核废料经冷却后 普遍会装进金属容器 再填充惰性气体密封 存放在干式储存厂 隔绝4到10年后 再被以往通过选址评估的深地质处理 以混泥土作为屏蔽隔绝 另一派以德国技术为首的金属互相形式 日本也有使用 考量再处理运送和再取出操作时的风险 当核废料放入金属互相后 就不需再以混泥土封住 能直接送往最终处置厂 对于未在板块交接处的核电国家 也可避免地震时 储存互相被破坏的可能 随着减碳声浪高涨 是否重启核电的议题再度被挑起 当核电大灾问 始终没有正确答案时 唯一能肯定的是 环境保护与人民健康 绝对是所有能源发展议题前 无需质疑的核心 先说一个数字 就在此刻 全球罹患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2亿6千4百万人 其中548万人已经罹难 这个数字已经如此拖得知久的情势 恐怕没有人当初能够预料 而未来会怎么发展 又有谁能够说得准 又有谁能够说得算数呢 的确遥遥无奇 可能不断重复的未来 正是此刻人类人心可能最大的感受 可能不再是恐惧 而是一种沮丧跟忧虑 跟一些所谓的无奈 的确美国的一个网络媒体 叫做Axios 它在今年年初刚疫苗出现的时候 做了一次民调 民调当时认为问题是 你觉得我们还能不能够回复到 2019年前的生活 当时5%的人认为不太可能 95人都很乐观 但如今这个数字已经变成 16%的人认为永无可能 换言之 短短几个月 数目就上升了好几倍之多 未来是不是大家会有 更多的悲观之心呢 面对未来的所谓的疫情第三年 你我该有什么样的准备 专家的建议是 人类当然需要一种固定的方向感 需要控制感 但是处于现在的疫情社会 恐怕最大的问题就是 无从控制 因此要做好心理准备 自己的生命当中 要做好很多的预防准备 因此管理好自己 但是也做好随时调整的准备 而且还永远不要忘了 明天可能还是会更好 好久不见的邮轮旅游 又回来了 七月底恢复的旅游行程 是晚间从香港出发 在公海绕了一圈 又回到香港 虽然没真正出国 却能享受楚国观光的乐趣 乘客搭船前 必须遵守防疫规定 在码头除了要出示疫苗 接种证明 以及两天内的病毒检测 阴行证明 上了船 船游轮公司会发给每位乘客 一个无限接触追踪器 必须随时佩戴 如果和其他人距离 少于1.5公尺 追踪器就会闪红灯 发出警告 室内活动更要戴口罩 船上还配有 44间负押隔离病房 收治发烧的乘客 这就是目前游轮旅游现况 除了海上观光 空中旅游 也有 稳出国 南韩从去年12月起 开放班机 不落地行程 这架客机就从首尔金浦机场起飞 出海后在日本上空绕了一圈 然后回到金浦机场 一趟航程约2.5小时 要价1.5万日币 相当于新台币3800元 虽然不落地 乘客还是可以购买出国班机 才有的免税商品 航空公司还会在机上设计 有奖侦达 例如飞到鸟曲上空时 会询问乘客关于鸟曲的问题 开放至今 已有超过2万人享受 这种另类旅行的乐趣 当伪出国开始成为 各国推展旅游的替代方案 观光饭店又该怎么办 据美国饭店协会估计 2021年全美饭店 流失一半以上的顾客 最大宗的商务旅行 住房率减少75%到85% 可能要到2024年 才会恢复疫情前的水准 打破昔日的生活方式 是疫情对人类的最大冲击 日本佐贺县西野市 这家70年历史的温泉旅馆 去年4月将空闲的房间 改为办公室与会议室 还提供免费泡汤 吸引企业来此设点 将旅馆改为办公场所 被称为vocation 就是结合work工作 以及vocation度假的工作度假 受到都会区大企业的欢迎 不仅是在地方设立分公司 也可以轮派总部的员工 度假兼上班 经营形态转变 转换工作跑道 都是后疫情衍生的新趋势 管理咨询机构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报告指出 疫情结束后 全球每16人当中 有一人必须转业 一半以上的劳工 必须学习新技能 才能维持生活 就在美国纽泽西州 最后的杰西卡是两个孩子的妈 过去九年都在餐厅担任 服务生 疫情大爆发 餐厅无限期歇业 她只好转行 最后经过亲戚介绍 到码头应征 搬运工人 和原本的工作性质相比 根本是十万八千里 当我进入 那位老师在门里说 你正在建筑里面 我说 不不 我正在建筑里面 他说 不不不 医疑是在疫情诊 是在其他建筑里面 病毒不断变异 防疫措施就必须继续 尤其是打疫苗与戴口罩 英国在七月十九号 才宣布解封脱口罩 才过四个多月 就收回成命 我们不需要让人生命 除了几个方法 这是在关系 用防疫的充塑 在一些阶段上的 所有人都想问 疫情何时会结束呢 美国传染病学权威 福奇给了美国的答案 那么以后是不是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接种疫苗呢 到底要打几针 难定论疫情何时能结束 也难断定 或以1918年西班牙流感 最后趋于结束经验来看 中国变种病毒的发展 对人类至关重要 疫情下的种种调整与改变 全球世人也只能共同面对 下个星期 德国总理梅克尔就将卸下 他担任16年之久的总理的位置 而德国依照惯例 由国防的三军在国防部的广场 为他特别举办了一场夜晚的火炬 欢送仪式 以表达最高的敬意 这场仪式当中 所有的歌曲都是由他自己来挑选 他选了他15年最喜欢的一首摇滚乐 来作为大家给他的最后的一个致意 梅克尔特别表示 民主的直击两大基础 就是团结与信任 一定要信任 才能够真实做成一个最好的良善的功能 这是梅克尔对德国人最后的告别 团结与信任是民主之母 我们以这个画面来跟你说再会 谢谢您收看云端事件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